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尼路王为何屡遭挫折 生死一面 他如何战争意外 从头再来 尼路王能否重塑辉煌 和平年代优秀复转军人系列节目 本期播出 汪帆 为梦想扬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和平年代优秀复转军人系列节目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 刚才您看到的动画片叫《迷路王》 近些年来好莱坞3D动画在电影市场可以说是一军突起 像《功夫熊猫》 《花木兰》 《飞巫环游记》 每一部片子呢 都能在中国卷走数千万 甚至是上亿的票房 但是对于国产电影而言 3D动画电影的制作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迷路王》的横空出世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然而这部国内首部三维立体动画电影 在制作的过程中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迷路王》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今天啊 就从《迷路王》的策划人和出品人汪帆开始说起 当你们有时间的时候 你们选择看电影 是喜欢看动画片呢 还是喜欢看打仗的 他就是汪帆 现任河北省影视家新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也是动画片《迷路王》的策划人和出品人之一 《迷路王》讲述了一个 以人类 迷路 怪兽 三大蜘蛛 争夺迷亡宝图为线索 充满梦幻色彩的神话故事 歌颂善良 有爱 宽容 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在八国邻居侵略中国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迷路已经都没有了 仅有的十几匹迷路 被英国一个爵士拿到英国去喂养 到这个香港回归之前 撒切尔夫人就说呢 迷路送给中国 让他重回故乡 小宝宝一群群 我国是最早开发动画片的国家之一 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由于一直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国产作品 国外动画片趁机大量涌入 导致国内动画市场 80%以上都被海外动画片所占据 制作出可以和功夫熊猫等相媲美的动画片 就成了汪帆多年的梦想 这也是当初他出任迷路王策划顾问意志的主要原因 2007年9月 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作为麦路王的策划顾问 汪帆认为 经济不景气 对于麦路王的创作也不是为一个新契机 所以决定逆势而上 美国恰恰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它的电影产业文化产业 包括动画 才一风突起给它了一次发展机遇 当时国内也有这样一些观点 所以我们就实际的往里头前 实际的做 就这样 200多人的创作团队经过两个月的制作 已经完成了300多个镜头 无论是视觉设计还是画面勾勒 麦路王都堪称精美 当一个个精彩分成的画面 一幕幕气势辉煌的场景 逐渐呈现在汪帆眼前时 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功夫熊猫做得好 你像他们的熊猫的毛发 只有一百万根 那就一阵阵地画上去 我们的幽幽小鹿的毛发 是150万根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肯定耗时耗资要比它还大 更加棘手的是 此时的麦路王已经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能否顺利完成都成了一个问题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人员的工资都将近有两个月没有发出来 准备1600万卖掉 喝出去赔1000万也要卖掉 这样还有1600万 如果继续做去还得投资 还得投200万 没钱了 做完了以后能不能卖得出去 也是个未知数 此时卖掉麦路王的版权 对担任策划的汪帆来说 并没有任何损失 但他思前想后 决定背水一战 在一切都是未知数的情况下 他决定投资麦路王的制作 对于这部影片 应该是雪中送炭的一个行为 汪帆他在这个方面 在社会资源这方面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然后到处呼吁帮我们解决了信任的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我自己家里的血本的钱 我战友的钱 我公司的钱全都给投上去了 杀身成人喝出去 我觉得这是军人的一种血性 不了解汪帆经历的人 很难把眼前这个笑容可居 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 和血气方刚的军人联系在一起 更难以想象 他曾经是一名侦察兵 现年55岁的汪帆 出生在河北狼房的一个军人家庭 威武雄壮的号角声 训练场上解放军叔叔 挥汗如雨的身影 都深深地扎根于他幼小的心灵 成为一名解放军 就成了他儿时的梦想 1974年 高中毕业的他如愿穿上了军装 刚到新兵连不久 汪帆就误了一次港 但恰恰是这次经历 让他学会了反思自己 学会了自律 这也成为了他的一笔终身财富 因为是新兵 也是第一次 也没有什么遭到什么批评 就觉得自己内疚 因为你多睡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别人就要少睡两个小时 替你占了两半港 我当时就是也作为一个军人 为什么能够误了呢 还是自己有一根神经 好像是没有绷紧 所以我从那以后 作为一个军人 我就养成了一个 要紧紧的绷紧那根神经 当你有了这个神经以后 就是有一种自律性 来到部队后 训练之余 往泛阅读了很多国内外名家的作品 并且将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一记录下来 成为一名军理作家的想法 逐渐在他的脑海中萌发 并且越来越清晰 1978年 汪帆被部队选送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 这无疑为他今后从事文艺创作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大学毕业回来以后 我又一次选择 我应该选择留在地方 还是留在大学里当助教 还是回部队 结果选择了部队 就是我那个军人梦想和文学的梦想 让我还要回到火热的斗争生活来 没有部队的培养 我上不了大学 1983年 大学毕业后的汪帆 毅然选择回到部队 成为石家庄陆军学院 文化教研室的一名教官 四年后 实现了军旅作家梦的汪帆 恋恋不舍的脱下军装 转业到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他针编石壁 对文艺理论滋滋以求 多部文艺评论的作品 在全国全省获奖 国学大师纪献林先生 曾经为他的作品集提词 是讲文化交流 就要强调一个交字 1997年 对影视创作颇有研究的汪帆 被任命为 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 从此 他将河北影视业的荣辱 视为自己的责任 1998年 汪帆组织拍摄的 《少年英雄王二小》 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儿童电视剧奖 《我们都是好朋友》 获得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 优秘秀少儿俱奖 大学出伞 我给他打电话 他在外地了 他说 他在干什么 他说 联系了 电视片的制作了 当时听得非常感动 我觉得部队呢 那种敢于奉献 敢于担当 敢于为祖国 为人民赴汤 导火的精神 也恰恰是我们 从事文艺工作的人 所必须的一种精神 就《麋鹿王》的制作来说 虽然汪帆一百万的投入 飞水车薪 但也着实解决了燃眉之急 制作团队的日常开销 才得以维持下去 此时的汪帆不仅仅 是《麋鹿王》的策划顾问 而且成为了出品人之一 此时 汪帆的内心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睡不着觉 经常做噩梦 我睡在了一个 广阔的天地里面 那张床就像孙悟空似的 飞到了一个沙滩里面 没有屋顶了 像这个片子里面的 主题歌的歌词 就是他在有压力的时候 睡不着觉的时候 写出来的一页 面对困难 汪帆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逃避 而是千方百计的 想办法解决 他希望能尽快制作一个 《麋鹿王》的短片 参加即将开幕的 法国嘎那电影节 以此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增加《麋鹿王》的国际知名度 我们一个3000平方米的 一个车间 黑压压的一片200多台电脑 我们可以说 把吃奶的电脑都使上了 调集了很多别的公司的人员 我们还招收了很多的学生 经过培训迅速上岗 2009年5月 盛大的法国嘎那电影节 拉开了威力 王帆和创作团队精心制作的 《麋鹿王》短片 在电影节上首次亮相 在法国嘎那 用了1分16秒的一个短片 在那赢得了很多国际订单 赢得了外国友人的赞赏 甚至不相信 是中国做出来的这种动画 《麋鹿王》在嘎那电影节 受到好评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国内 在汪帆的积极奔走下 该片的制作 也得到了上级主管机构 当地政府和业内同行的鼎力支持 我们的省委常委 保定市领导都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免税 不收我们的房租 支持我们去洗胶片 去评奖 到底是猴是妖还是人 你们的余损真让我崇拜 还不过去报告张老 接下来 《麋鹿王》又以优异的成绩 一举掌获了第13届电影华表奖 优秀动画片奖 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美术片提名奖 比利时首届欧洲国际立体电影节 最佳长篇立体电影奖 金水金奖 面对这么多的荣誉 王范的心中不免有些雀跃 他甚至开始规划起了 自己梦想的麋鹿王国 做一个麋鹿的音乐剧 要长眼不衰的 还要做一个麋鹿的主题公园 使我们的电影 在那里像庐山链一样的 创造世界最高的记录 作为首部国产三维立体动画片 麋鹿王频频获奖 赚足了口碑 市场方面的专业人士 也都给予了麋鹿王 很高的票房期待 这一切都让王帆相信 麋鹿王在国内市场上的盈利 已经毫无悬念 很多院县的经理 包括上海的院县的副老总 他看了以后 他觉得这个片子没有问题 在上海700万票房 我给你保证好了 在全国应该是六七千万的票房 应该没有问题 2009年9月29日 麋鹿王终于在全国上映了 虽然在这个档期内放映的影片 还有大腕云集的建国大业和风声 但是王帆相信 麋鹿王的受众锁定在儿童身上 在票房上应该能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自己投入的所有积蓄和借款 很快就能还上 然而谁也不曾料想 假留不且而至 孩子们被告知 尽量不要去公共场所 建国大业 大售票好像四个亿 风声两点七个亿 我们只有不到一千万 就差了多少 就懵了 残酷的现实 犹如一击重磅 落在汪帆身上 让他顿时不知所措 梦想中的文化产业芒果 也顷刻间轰然倒塌 自己的所有家当打了水漂 该怎么向家人交代 从朋友那里借的钱 又该怎么还上 几乎不敢想钱 有时候不敢看别人的动画片 不敢看电视剧 觉得一看着就想起了自己 就是一种无端的一种恐怖和心酸 但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汪帆总是报喜不报忧 他每天仍然带着微笑 回到家中 谁也不知道 此时的汪帆一个人 在默默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 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的时候 有时候假如一瞬间 我的车出了故障 或者我自己撞下了栏杆 也是挺壮烈挺辉煌的 不是不愿意还站 是一次意外 可能对战友得有一个这样的交代 如此大的挫折和内心压力 让汪帆不由自主地 想到了用意外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在生死转念的一瞬间 当年在部队误港的经历 在汪帆的脑海中突然闪光 让他一下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缺少自律性的新兵 这是我叫他大量的在研究市场 电影市场 电视剧的市场 而且浏览了很多的杂志 很多的信息 对什么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这样一些概念和怎么操作 进行了很深刻的一种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和潜心研究 汪帆对开拓动画市场 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 他决定制作《迷路王》三部曲 以此提升这部动画片的知名度 他期待不久的将来 《迷路王》会成为一个经典 长眼不衰 自己打造《迷路王国》的梦想 打造文化产业王国的梦想 也能逐步实现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战士的 一个斗士的精神 叫做誓死不屈 坚韧不拔 改正不拔 没有考虑到更多的风险 我觉得我可以解决 这就是我的一种自信 汪帆说 因为自己出生那天下着大雨 所以母亲才给他取名为帆 寓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只船帆 虽然会经历风雨坎坷 但是最终会一帆风顺 扬帆远航 如今汪帆已经完成了《迷路王》的第二部 《人路情未了》的剧本创作 正在积极着手开始制作影片 在《人路情未了》中 他又要讲述一个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和平年代下期播出 邓元华 拯救灵魂